一席黑色服装 华丽头饰 摩迪夜后亮丽登台 展现地后气势 身穿五彩衣装 手持鸟笼 顶着大花脸 带动现场 欢乐气氛 李宝春率领台北新剧团 打造魔幻新金剧摩迪 将西方莫扎特歌剧摩迪 融合东方金剧唱腔和声段 这也让以往演老生和花脸的主演们 直呼真的不容易 那我演王子 我就必须要改变我的身形 我要把我的腰立起来 以前老生不是 演老生的时候 我的重心是往下的 因为我要准备唱 传统花脸演员表现的一些角色 都比较就是奸诈 然后或者是很暴躁这种 可是当到那个捕鸟人 你要表现那种天真的感觉 活泼乱跳 然后可是又是大花脸的唱 中西融合不仅考验演员演技 在音乐方面 李宝春更是下足了功夫 用了很多莫扎特 莫扎特原本的这个元素 下去做一些改编 还有跟金剧的配合 要如何拿捏 不能让西乐太抢走我们 也不能好像我们的中乐一出来 就跟西乐格格不入 以莫扎特著名歌剧摩迪作为基调 融入传统金剧的乐曲和唱腔 打造全新的听觉饗宴 而在服装灯光布景上面 也更加用心制作 展现戏曲虚实共融的艺术风格 藉由全新诠释的神话故事 要带领观众进入魔幻的东方魔敌世界 人间卫视陈云廷秋奇恩台北采访报道